好 那我们现在打算把木耳人连鼓架 然后连主控鼓架 从头到尾做一遍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那我先把角度切到正式讲完 然后呢 让它用脖球 OK 放到力量大小 然后把力量弥删掉 先加一根身体的关节 身体的 怎么讲 柱子 然后缩起来 OK 按S Z 然后放长一点 好 选择平滑画 这样子 我就不用再平滑 然后按G Z 往上提升一点 好 可能太大了一点 来说一下 好 看一下有能照到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调到四张的大小 OK 大概这样子 我觉得OK 然后呢 我们稍微把背景加一下会比较漂亮 所以我先促成 好 先另一个资料夹 好 温曼阿曼琴 好 温曼阿曼琴 好 温曼琴 好 储存起来 好 储存起来 那我把 这边已经有一个材质 我把它拖进去 好 OK 那 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设定我们木耳人的材质 好 温曼琴 那 选择 顶向部分 加上 好 那这时候呢 最好选一下 Projection 可能要用Sphere 一下 OK 这样子有一个 让木耳人的身体出来 那 接下来我们用 环境光 稍微加一点点 好 OK 好 将木耳人的身体出来 我从这里开始做Shift D OK 然后呢 移出一根 拿来做手 我按R90 变成平 然后呢 移出来 把它缩小一点 那 整体 太小了 好 开 好 这个 这一根得到的小应该OK 那 可能长了一点 稍微再短一点 好 好 再按Shift D 好 接下来呢 两根一起选一下 再按Shift D 好 再按Shift D 再顾字一份 再顾字一份 按R全分一下 按Shift D 再顾字第二份 再按R全分一下 按R全分一下 再按R全分一下 再按R全分一下 这个头的材质 我们就设得跟身体一样 好 这个身体的 材质的名称 就是 先固定 好 这样子我们按F12 人我人 大致上 就 就差不多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 我们要去把 先建立它的关键骨架 所以我们在这里 先把它切成 切成 融线模式 这样 比较能够看得到 好 然后呢 我建立关键骨架 我先在这里点一下 可能在适当位置 按Shift D 可以 新增一个 Armature in Mexico 4 那 选 Tap 按Tap 把它 往下拉一点 按G 然后按D 往下拉 这里 一半的Dlock 可以 再挤出一段 OK 大概挤到手一边 停止 好 再挤出第三段 按E 然后挤到头的中间 停止 好 这边呢 再挤出 手的这一段 按E OK 跟这一段呢 等一下 我们要把它分离 所以 我们 我们要稍微 不要挤到 那么慢 好 然后 我们现在选 这一个 跟他的父亲 然后 按L T 让他 Disconnect Bo 两个 不要连在一起 Disconnect 之后呢 你就可以按G 来移动 出来 好 接下来呢 再选这一段 按E X 好 这样子 好 同样的 这边呢 也伸出一支 也伸出一支 很低 一样 不用拉到 底 好 接下来 一样 选这一支 跟他的父亲 按LTP Disconnect Bo 然后呢 选到 这一个骨头 把它拉出来 OK OK 好 那这一支搭的太长 我们把它 稍微 稍微缩短一点 好 接下来呢 再按E 然后 选这个骨 按G 收短一点 好 接下来呢 再按E 延伸一起 这样就延伸出来 好 最后呢 这边 从尾椎骨的地方 再按E 延伸出来 好 最后呢 好 注意这个尾椎骨 跟它上面 因为我们是从下面衍生的 所以那个 腹脂关系 其实是 是 不会 不会存在 那 这时候 我 直接把它拉出来就可以 因为腹脂关系 本来就是存在 好 那我在这里 选G 因为太长 好 那这一节呢 好 这样 再短一点 对 好 OK 那从这里再延伸出来 一节 好 小腿骨 好 一样 从这一根尾椎骨 再延伸出来 一节 好 然后呢 一样把它 好 这里不用 不用清除骨子关系 因为那边是没有 3G 好 然后再选这一个 好 这个点到中间 按E呢 再延伸出 小腿骨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确定一下股价是否是错 好 我们 按到 右四角 我从这里再延伸出一根 做主控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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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下面呢 这里会有两根 我们稍微 回到正面 看一下 这一根跟这一根 这一根 OK 这一根 两根呢 按照主控骨头 按照主控骨头 Jas Du 等一下 这个 烦伸出一根 确定一下我们先选择右侧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已经股价都好 所以我们选Post Mode看看 然后移动主通关节 按G 可以把整个股价都拉出来 所以应该是没错 所以它都放好了 那接下来就试试看 在Post Mode的选真面 选真面 然后我们现在OK,这里可以动的 这里可以动的 这里可以动的 OK 至于要标准反向关节运动 你可以自己决定 在这里我们暂时先不胜 那你会发现这样骨头跟那个身体分离了 那为了 已经操控了这么多 我们要把它恢复按LTR 可以恢复所有的旋转 就会回到铁癌的状态 好 那这时候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做 木偶人身骨架之间的反定 所以呢 我们先回到Archic Mode 选这个头 然后再选股价 然后进入Post Mode 股价里面呢 就选 选这一根就好 然后按RT-B 然后 这边就选择 Set Terrain to Bone 对吧 OK 好 那 确认下个材质是不是能操控 OK可以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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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 拔定每一根 拔定每一根 那一做法就是 一样先到Archic Mode 然后呢 选 选这个 然后 这里我记得有一个 S1模式 可以 设起来 可以 对 对 对 比较好 就 好像没什么差 然后呢 在这个Archic Mode 选了之后 再选股价 然后 到 Post Mode OK 这样就可以 按Ctrl P Set Terrain to Bone 然后 这边 再回到 安全后 选这个 再选 附 含顿 这个 再选股价 对 这边也可以选股价 然后呢 回到 顶后 按Ctrl T 前后 并且 再选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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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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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程序 这个部分可以 这个部分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那只剩身体 那身体刚刚考虑的时候 好像没有考虑得很清楚 就是照理讲身体一解好像不太够 所以 所以干脆这样 身体如果弄成两节也行 那就 就要用全重的方式去绑 不过身体 不过身体可能要切成很多剪这样 就要用这些绑架 这个项目的整体 就要用这些绑架 就要用这些绑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木耳人有这么多节身体是很坏的 这个木耳人的身体变橡皮式的木耳人 看起来OK 身体还被动 所以这个是身体不是木头管 是橡皮管 OK 所以身体比较像橡皮管 OK 就做成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先拍一张照片吧 OK 然后呢 我们给他摆个POSE 好 就这样 好 那你可以看到木耳人摆了这个POSE 好 那当然可以做动画 做动画的时候 先改成录影模式 改成录影模式 然后呢 那你要做几个 我们做六十个就好 好 做六十个 然后呢 然后呢 稍微动一下 全身 好 这样子有插入一片 那我到二十个地方 稍微让它动一下 OK 好 那我们没有加反向关节 好 那我们没有加反向关节 所以它在动起来 要拉动一下多的东西 好 这是四十的地方 接下来六十的地方呢 就把它整个人黑墙 放出来选择更好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哦 这一根在这里 OK 刚刚的动作不见 好 那我们在这里 好 这边 这个东西 好 这边有造型 好 那这里有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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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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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